大家好 我是Spark 今天我們很開心的有請到 我們的馬來西亞的驕傲 然後他現在正在這個 清華大學就讀 在YouTube上分享 然後在B站也分享了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知識 影視創作者 我們有請請堂 哈囉各位觀眾們大家好啦 所以今天他會跟我們分享 他的投資策略 這點我們可以從他身上學習 然後怎樣只應用在我們的身上 所以請堂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現在正在使用的投資策略是什麼 嗯 那麼我本身呢 其實在我使用這個 現在的投資策略之前呢 我是屬於那種短期投資者的 就我買一個股票呢 大概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我都是看一些技術面分析的 來進行交易的 但是後來因為我開始進入 清華大學之後呢 真的沒有那個時間 現在管理這些一直盯著股票看了 也得忙學業的 所以我就開始轉型 轉成長期投資者了 所以現在我就選了 我在我進入大學的第一年過後呢 我就花了好長時間分析了好多 不同公司的財政報表 選出了大約四個到五個 我認為對於未來五到十年我非常有信心的股票 那五支是什麼 那五支個別是ETF還有XLK ETF 然後剩下是三間股票 就是蘋果 微軟 還有Facebook OK 我想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S&P500就是美國500強 所以你買入這個ETF的話 就等於買入美國500強的公司 然後XLK算是科技股 就是說 比如說S&P500裡面的科技股 然後蘋果 Microsoft跟Facebook 所以我想問你 早期你在投資這個短期交易時期有賺錢嗎 有賺 但是因為那時候我資本其實很少而已 所以看到來不是很多 我覺得你的這個決定很對 從短期投資者轉去做長期投資者 有點重 因為你資本小 短期投資的話你需要花那個時間 去研究啊什麼 我們講量化思維來看的話 在我的投資系列裡面來講的話 應該花的 在投資裡面花的時間 應該越少越好 應該花更多的時間去賺錢 對 如果時間才賺到一點點 就不成真理 所以你看 我講說你有10萬塊 10萬啊 所以你今天投資 你一個禮拜交易 你賺一個0.1% 可能也只是一個 也是100塊 100塊 對 可是 如果你是有100萬的時候 不一樣 你的0.1%就是1000塊 但是你花那個時間就值得 對 所以就是在短期交易方面 因為他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而且那手續費給到很夠力一下 資本小說 哇那手續費占的比例很大 反正很多人那種小的投資者 喜歡 希望可以小刀具大數 希望以小撥大 我反正覺得 這樣子其實蠻浪費時間的 對 更加應該花時間去 對把錢放在課業更好 OKOK 投資在這個5個 5個股票上面 這5個股票上面 呃成果怎樣 大概40-50%的整體的話 大概 多年了嗎 呃2年的時間 所以2年的時間裡面有40% 其實是 呃差不多 OK為什麼講差不多 其實差不多吧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想看 我們講到對比的話 哈 你要對比的水腦嘛 是對比的是美國的 S&P500 對是12% 美國S&P500 在這兩年其實 7很多 哦這兩年 從你講從2018年到現在 差不多7啊 20-30%左右這樣子嘛 所以 這兩個月 很多投資者講說 哦我這兩個月 賺了40% 你講正常嗎 因為 對 對 標普500 標普500 這兩個月 因為從最低的 3月份到現在6月份 差不多已經 啊現在7月份 差不多漲了 整40%嘛 所以你現在也是很正常啊 你是剛剛好 跟 跟市場上 一樣嘛 差不多一樣 對 差不多一樣 你的買入點你這樣決定 哦我買入點 其實我也沒有怎樣去理 我主要就是一拿到工資之後 我抽出一部分來給我自己花的 大概10%這樣子 一拿到工資 基本上那一天我就去買了 我老實教我就不要去理 如果說我長期的話啦 我沒有去理會短期的活動的 嗯 錢一到我就直接買了 買一個 Average這樣子 我堅持真的是每一個月這樣子 每一個月這樣子嘛 這個 這個非常好啊 這個叫做 Dollar Average Cost Average Cost的 strategy 所以 這個Dollar Can Every Day 我覺得很好 因為它可以克服人的 不自律 不自律的東西 所以它就可以 你現在固定這樣子做 所以 我覺得 很多人很難堅持 做這個東西 你是在堅持的 前面是經過很多次虧損 然後我知道 不可以咬 我一定要這樣子 你是做了什麼 經歷過虧損 我拿到錢了 然後我去看自己決定 然後基本上不懂為什麼 我都會錯過一些機會 或者說買 或者在不對的時間買 然後我就會導致虧損 或者賣出 然後後來我發現到 當我不要去理它 真的是不要去理那市場 錢一到就買 然後我就不去看它了 我就發現 欸 我就開始賺錢了 哈哈哈哈 OK OK 這個是很多投資信所會犯的 就是說 它希望可以 Time the market 對對 後來我真的是自己這個決定過 包括我自己也有拍理財片 我跟我說的觀眾講 嘗試把我這個經驗給他們 就是不要去嘗試去Time這個market 不要嘗試一覺得 我要在最合適的時間買 就 當然我決定五到十年了 就average 所以你看看 你的這個投資系列有好 你買入其實這五支 我都是選出來的 波動其實比較大 你講Facebook 這個波動比較大 波動比較大 然後Microsoft 是近五年來講 它起的比較多罷了 然後Apple Apple是好紅色 所以 可是它如果你兩年前買的話 兩年前 2018年 它就跌到很多 S&P500 你看這個S&P500 跌了很多 你用這個投資資訊 你是希望 幾時會用到這筆錢 很久 大概十年後 所以我跟人家分享說 你的這個投資策略 很長期的投資策略來的 就是說 因為什麼 它的波動很大 可是我們一直講的 你波動大就大了 你現在在累積財富 我現在也是在這個 累積財富的階段 如果我要投資組合是嗎 突然間 大跌一個50%是嗎 我會很開心 對 哈 前幾個錢已經不大跌了 我很開心 我 奧到我 OK 所以我跟各位跟你講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 你知道 在我們這種累積財富的階段 其實 天天是雄似的貨 是好事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 我們還在賺錢的這個階段 我們當然是希望 以一個更便宜的價錢 買到好的資產的 一個角度去想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如果在我們 退休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 是天天都是牛市 因為什麼 我們沒賺錢了 我們要賣掉我們的資產來 來購生活嘛 所以你就希望那個 你就希望那個 你的資產價格高 你才能賺錢嘛 對不對 所以 不同的階段 有不同的投資策略 所以像你這樣子 你看如果你要5年10年 沒用到它的話 所以這個錢真的是你 不管怎樣跌 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也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你跌到幾多的話 反正會更加開心 然後不斷的 因為你看來 你每個月有固定的收入 對 所以你就可以一直這樣子 投進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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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很好我覺得 對 就我現在 我是把金融市場當作一個可能 副業罷了 我沒有把它看得太重 我把所有心事放在我的事業 賺了錢 拿出每個月拿出來我要用的 剩下全部丟進去 我把它當作一個10年的 我才會拿出來的 一個賺錢工具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做法 你覺得每一個人適合用這個投資策略嗎 真的得看個人 如果說你是像我這樣很年輕 可能我未來30歲以後才會考慮到養孩子 買房這種情況 那我覺得就可能適合用我這個策略 10年過後才來動這筆錢 因為我這筆錢我是真的很長時間 不會去動它的 你看我買ETF 兩個ETF就知道了 但如果說你是屬於可能 你現在是30多歲 你就已經有家庭要養了 你很難抽到這筆錢 不要去動它的 因為這筆錢它是那個恐暴的圖 對 恐暴的圖你會發現到 它只有在很長時間它才會飛的 所以如果說你到中間 忽然間你孩子生一個重病還是什麼 你就拿這筆錢出來 你前面累積的就把你廢掉了 對對對 然後因為你的這個 它算是比較all in equity的做法 而且還是很specific 機制的做法 它的波動會比較大一點點 我覺得30多歲可能還可以啦 你看啊 我相信你多一個 在34到40歲 我相信你也不會 可能不會動用到這筆錢 如果說收入沒有問題的話 對 收入沒有問題 我已經看到了 你看 如果你早期做好理財規劃 你到底30歲 去40歲的時候 你的理財還是不會差到那裡去的 對 理財不是從 不是有錢才做的 是從我們小的時候 這樣子做起 如果你10年裡面 15年裡面會用這筆錢的人 可能就不大適合 可是你的策略可以這樣子用力 就是說 把一部分的資金 投資在一些比較穩定的 穩定的那個工具那邊 如果我用你的策略的話 可能我還是用著 買買買買買 可能我買到我35歲的時候 40歲的時候 我可能我就會開始買更加多的 Bond 買更加多的 Risk 你需要你占的比例就越來越 你占那個固定收益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不過有一點我好像忘了分析 就是我在買入這些股票做投資之前 我是有存了我6個月的生活開銷放在銀行裡面 過後的全部錢才買去投資 所以說我出了什麼事 我也不會去動到這筆錢 所以很好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說 一定要對你的投資 投資的東西有足夠的了解 你看你這五家公司 你做了很多的功課 你才去投資的嘛 所以你在投資的時候 你會很有信心的 去做出這個投資的動作 對對對 所以投資之前 一定要學習 我好像花了十幾天 我真的是從早到晚 都在看那種財政報告 才選出來這五個 投資這個技能 是最值得學習的技能 你學了過後數碼 你一輩子都可以用到 你分析了 你分析了過後 你全面辛苦了 可是你過後的投資策略 可能一年 你覺得你一年會花多少的時間 在投資這個東西呢 好像基本上沒有 因為我選了這五個 拿好錢就放 拿好錢就放 真的是投資的時間 花得越少越好 然後我們主要是想辦法 就加強這個主動收入 所以我看到你 一定是會越來越有錢 你的投資策略 對你的理財策略對的話 你變有錢 是遲早的事來的 希望 因為你這麼好 你看啊 今天如果你砸爛儲蓄了 你沒有投資的話 你會變有錢的 對 肯定不會的 只是比較慢慢的 沒有累計的話 你肯定是沒有這個財富嘛 對 可是你是比較慢 對 你要搓比較大量 你就沒有到那個 力滾力的效果 而且這個效果真的是 時間越長 感覺到越夠力 那個包我恐怕 我開始慢慢感覺到 我剛開始投資幾個月 好像 比如說蘋果公司 7% 可能算個幾千塊 現在我累積了兩年的 才不這樣買 哇 10%就 有點嚇爆我 是是是 我給你一個例子吧 你看啊 很多人投資可能要求一個 50% 100% 其實不用了 不用了 其實我覺得10到20 就已經是一個很合理的 你這樣看啊 你有一個10萬塊的話 你每年10到20 就是一個1萬2萬了 你知道嗎 好花吧 很好花 你知道嗎 而且現在是因為我又沒有花這一萬 我這一萬又丟進去了 哇 所以 投資真的是一步一步來就對了啦 今天很感謝警察來跟我們做出 一個這樣子很好的分享 因為 他從年輕就開始理財 我覺得這個理財策略很適合 大部分的年輕人啊 最後我想說 真的很感謝Spark的邀請 因為 我在成為YouTuber之前 我就是看Spark的視頻 才開始接觸到理財 我的idoro link是用他的link 他的網來註冊的 所以 還挺感謝Spark 沒有想到可以跟他 跟人家聊天 很開心 所以開始聽到忠心 我覺得 最因為我覺得很開心的部分是 當然有人是因為我的影片 而期望他開始理財 我是想知道 我真的是從你開始 所以這個是我們做影片 最大的 最大的成績來自於這裡啦 那我在我的頻道 主要會分享 我在清華大學一些生活啊 怎麼奮鬥 通常還有分享一些理財知識 所以如果 想看我視頻 可以在YouTube跟B站搜索 警察生活空間 看多一點我的視頻啦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警察的分享啦 那 跟各位做一個預告就是 這個星期我會跟大家分享 關於 他們的物質到底適不適合買 這樣子買 所以這個星期我會跟大家分享 這個這樣子的 我會很期待 我會很期待 所以剛好我需要 如果想看到更多的理財投資影片的話 那記得去關注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我的Facebook頻道 然後還有想看到警察的話 就去關注我的page OK好 謝謝大家 我們這個星期五見 拜拜 感謝大家 拜拜 我每個星期五晚上7點 都會上傳一個 關於投資理財的影片 如果你不想錯過的話 記得在我的臉書按讚 然後按優先關注 如果你想要關注我的私生活的話 就記得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謝謝大家看完這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απο missedmund 我們下一個兒 好